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新北市英哥区一名四岁的邱静女童 日前遭母亲同居人庄男残忍虐死 监警通知女童的外婆等家属到场相宴 邱母也到场接受监警妇训 邱母到场后痛哭嫁贵道歉 邱童生母今年10月因毒品罪入肩服刑 将邱静女童托给同居人庄男 邱静女童生前一四哭闹 遭庄男一铁棍殴打 全身多处瘀青 伤痕累累 右腿呈现开放性骨折 甚至皮肤表层还能看见约5公分腿骨 经发现没有呼吸后 前往医院丢包留下假资料就开溜 据苹果日报报道 警方寻见逮捕庄男后 义儿童伤害致死 最前将他移送法办 监警隔天通知女童外婆及家属到板桥 并仪馆相宴 同时借题邱姆道场 邱姆道并仪馆时痛哭 并向母亲下贵道歉 但却被女童外婆当场斥责 对不起有什么用 姐姐女童再也回不来了